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鲍铭 台湾的大县南白河破局 百年的国民党距离解散恐怕只有一步之遥 这两天台湾的选情是沸沸扬扬 主要是国民党与民众党在11月23号的会谈 过程非常不愉快 最后以破裂告终 现场的几名政客 从国民党的马英九到朱立伦的侯友宜 独立选举的郭台铭到民众党的柯文哲 都不是在讨论什么战略态势大正方针 而是鸡毛散皮加小赌鸡肠 书里媒体的报道只有这么几件事 首先双方的会面要不要秘密进行 郭台铭想开个闭门会 国民党就要现场直播 民政党的候选人柯文哲 给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发了一条信息 讨论怎么样让郭台铭退险 侯友宜就当众把这条信息念了出来 导致柯文哲勃然大漏 最后两党因为要不要尊重民调的结果 又发生着矛盾终于谈崩 谈崩之后 柯文哲显了一个富三代 作为自己的选举的搭档 他就是台湾星光北货集团的第三代千金 吴欣赢 侯友宜选择的搭档就更出名 是国民党曾经的政治明星 经常上电视节目的名嘴赵少康 看着这一地鸡毛 舆论界的评价非常一致 那就是民进党赢定 如果说国民党和民众党 是在讨论统独问题 民生问题 台湾在西台北洋的战略 角色问题 那无论什么结果 都还值得关心一下 但双方都是在纠缠一些 毫无意义的细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参向人 侯友宜还不顾政治体面 怨妇一般 说受了天大的屈辱 这充分的体现出国民党及其衍生出来的这些政治势力 一直没有改掉在大陋时期的恶习 也就是军阀化和门阀化 把政治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之上 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甚至看得比本党派的利益还重要 相比之下 民进党则要比国民党民众党之流要团结的多 在双方谈崩之后 有台湾的分析人士表示 任何人相信国民党都要吃亏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国民党满口合作 但是百发成功之后 马上就发动412政变 投杀共产党人 抗日战事时期 日本鬼子在大肆投杀中国人 国民党就窝里肚 发动了婉兰事变 国民党淘汰之后 蒋家父子一死 就开始了无法遏制的内部的分立 亲民党新党 都是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 在所谓蓝白联盟的过程中 国民党还要求民众党 让一些选票给自己 毫无政治诚信 大概是因为 柯文哲和郭台铭这些人 非常清楚国民党的丑陋的品性 所以即使马英九出面 也无法促成合作 所谓烂泥扶不上墙 这已经是台湾政界的共识 现在朱立伦和侯友宜 最后选择了73岁的赵绍康 作为副手报名参选 说明国民党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程度 本来侯友宜资历不够 出面参选完全没有胜算 国民党眼看败局 一定被迫想出了 一个蓝白联盟的主意 现在蓝白联盟彻底破局 国民党只好临时找上赵绍康 民进党目前对竞选对手的分崩离析 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可能是因为胜券在握 不歇于评价对手们的所作所为 这次国民党输掉选举 是大概率的事件 之后在岛内的政治地位 将进一步的削弱 恐怕距离解散也就是一步之遥 中国的统一如今看了 已经完全不能指望国民党了 实际上让大陆繁星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陆无论用什么方式统一 是和平的方式还是武力的方式 成功之后如何处置这个北年的烂党 是让他自生自灭 还是在统一战线里面给他留一个位置 如果纳入统一战线 国民党在后续台湾社会的稳定 对中华民族的复兴 还不一定起正面作用 如果任由他自生自灭 那对孙中山先生又缺了一份交代 今天台湾岛上的这个国民党 依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麻烦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